各位聽台語的聽眾朋友 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日本C-LOKA的 自動煙瓦咖啡機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先開機鐵的上面 準備你要製造咖啡 杯數的咖啡豆和粉 增入咖啡豆和粉以後 要先確定你的咖啡胎 是不是已經確定 增入你的瓦豆機裡面 要爭就好 照你買製造的咖啡杯數 拿你要使用的咖啡豆和粉 倒入咖啡胎裡面 表面要保持它的環境 第二呢 上面剛才有開機 所以現在還要把它倒回去 第三呢 沒有水就沒有湯煮 所以我們要把水深 要把水倒入裡面 要依照我們買製造的咖啡杯數 裡面都有那個客套 水加進去客套那條酸圍 兩杯就是兩杯的酸 三杯就是三杯的酸 再來要記得 不可以整台咖啡機 搬到水頭頭面前 水頭頭開起倒水 這樣機子會派去 第四步 我們要開始煮了 所以水深的冬要記得 把它關起來 沒有一些垃圾糊子就會跑進去 第五 要煮咖啡 你的咖啡盒 就要放在它的補氓盤上 你如果沒有放在那裏 咖啡就不會煮 它就開始一直流 你就沒有湯喝 第六步 要記得把炒頭炒進去炒座裡 要記得要用巴伊拉的電腦 你如果炒在那裡 你會整台燒 如果營起火災 這我沒辦法幫你補了 第七步 我們就要調整 我們現在要煮的咖啡的旋轉鈕 要記得把開關打開 你不能煮料以後 沒有打開 你等到明天也沒有咖啡 要記得配合 你的使用用度 你如果聽到咖啡一聲 就電費就會開始倒起來 倒起來之後 他就會開始準備要煮咖啡 大概中間有30秒的時間 他水不加進去 他會開始下去攪拌咖啡粉 讓他的口味更香 喝的時候更順口 再來呢 你如果說煮料以後 一聲長聲 比... 電費就會不倒 不是不倒 是一直倒 倒了以後 他會開始補溫30分鐘 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中間煮咖啡的時候 乾都不會開 還是麵到嘴 不要挖那個... 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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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水的出口 不然你這樣會去躺胸 這樣就會壞壞 第八部呢 要記得開關 你現在煮料以後呢 要把旋鈕 轉到關 溫度它的部是30分鐘 但是呢 咖啡如果經過等時間的部份 香氣會走開 所以呢 不好喝 就叫你30分鐘 要趕它喝完 第九部呢 這個時候煮好的咖啡呢 你就可以拿杯子來 把它倒菜 看你要加牛奶 或是加什麼 加糖都可以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咖啡煮料以後呢 要怎麼把這台機器 要把它收好 第一呢 插座要先把它搬起來 不然你電錢會很貴 第二 等到咖啡機子 機鐵都冷了 把裡面那個 沒頭機子的咖啡台 和咖啡火 拿出來 用清洗 用清水洗洗 第三 水箱裡面 如果有水 還殘留在裡面 你不能整台咖啡機子 用倒淘汰的方式 把水倒出來 因為你如果水 流入那機子裡面 你會造成 那台咖啡機子的故障 那要清潔的方法 第一 現在我們頂端 鐵條 咖啡台拿出來 咖啡火拿出來 請你用中性的清潔劑 洗完以後 用清水把它沖上去 沖上去 沖上去之後 要記得放乾 一定要放乾 才還把它放在咖啡機子裡面 擺頭機子裡面的過濾座 不能浸在水裡 浸在水裡面 你會讓木頭浸在水 它就會新鮮 新鮮的果粽 果粽就是送收 送收就很麻煩 別人會忘記 以上就是這台 鋪鎖的自動 煙瓦及咖啡機子 使用方法 使用後清潔方法 用第一來講 比較清晰 那 你如果有需要說台語的 聽不台語的才來找我 我告訴你怎麼說 我們後來再上方